畢業季 加拿大蘇里茨濟人文學校 歡送學習滿十年的 畢業班學生 螢幕上的照片 是他們這些年的學習點滴 校長送上祝福和期許 恭喜我們畢業班的學生 完成了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但是這不是一個結束 應該是另一個開始 我們相信很多的畢業生 在經過了畢業之後 也回到學校 來擔任我們的愛心哥哥 來擔任愛心姐姐來協助老師 今年剛好也興逢 助理慈濟人文學校創校15周年 各班級展現才藝 任教十年的蕭立民老師 很有感觸 有月份要繼續升學同學們 老師其實很希望你們能夠 把握住每一個學習的機會 我們要努力堅持 不要放棄 我們要常常保持一個 正面積極學習的態度 同樣的黎晴依依 也出現在溫哥華 紫禁人文學校 在校學弟妹 準備了精彩的節目 歡迎送哥哥姐姐 最後孩子們再以贈花一世 感恩師長們一年來的辛苦教會 大愛新聞 知善美之工 加拿大報導 在校學院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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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